这也是中国首都北京朝阳医院附近的一座体育馆 发烧的民众正在排队等待看诊 这已经是朝阳医院12月中新开设的第二个临时看诊地点 不只朝阳医院 北京各区的医院也都陆续在体育场等大型场馆增设发烧门诊 以消化大量的染疫病患 中国19号通报 截至18号为止新增两起染疫死亡个案 是12月初放松防疫管制以来第一次通报死亡病例 但近来医院涌入大量染疫患者 以及网路上流传许多染疫死亡的遗体 停满医院走廊的画面 也让外界质疑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讯息黑洞 官方公布的数字与实际情形可能不太相符 中国自从12月初放松防疫管制之后 各地各籍的医院都新增了大量的染疫患者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19号的报导 中国有多家医院都传出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像是湖北公安县人民医院就公开的表示 染疫的医护有的康复后就马上回医院工作 有一些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回来 有一些人则是轻伤不下线 一直坚守在纲位上 基因大学第一医院也提到 民众对医疗资源需求永增无减 医护的感染人数也持续增加 各个科室都严重短缺人力 但与此同时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疫情通报 直至19号以来 全国每天的新增病例都只有2000人上下 还比之前封控时期还来的低 在19号之前也连续两周都没有通报任何的死亡病例 不过中国媒体财新网就提到 两名中国资深媒体人 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 以及前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周志春 都因染疫而过世 陈沈阳金德队球员王若吉 也因为染疫导致糖尿病恶化而过世 另外 近来在Twitter等社群媒体上都可以看到 火葬场24小时运作还是大排长龙 以及医院因为停尸间放不下 只能暂时把遗体放在走廊的画面 如果影片的内容真的属实 那么中国从放宽防疫以来 因为染疫而死亡的病例 就不太可能只有一天新增两例而已 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指出 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染疫人数变得比之前少 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 现在已经不强制进行核酸检测了 而没有像之前这么大规模频繁的检测 自然与实际感染人数有一些出入 另外 如果患者本身就有严重基础疾病 然后因为染疫加重病情而死亡 基本上不会被官方寄入染疫死亡的病例当中 但即使如此 外界普遍还是认为 实际的染疫人数与染疫身亡的人数 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还来得多很多 另外 路透社披露 虽然很难得到精确的统计数据 但是核酸检测相关的行业 毫无疑问是中国这场清零政策下最大的赢家 今年官方补款与防疫相关的预算就有大概520亿美金 因此 先前高达250家的中国核酸检测机构被踢爆检测造假的时候 就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 认为就是这些检测机构在发灾难财 而目前 当局为了尽速控制疫情 也呼吁民众尽快施打疫苗的加强劲 但有部分民众开始怀疑中国国产疫苗的有效性 一名在猎人头公司工作的女性员工受访时就表示 她已经拒绝社区最近筹败的疫苗接种 深圳一名医生则表示 虽然医界普遍还是相信国产疫苗是安全的 但自己身边也有至少一半以上的朋友 都希望到澳门接种外国的MRNA疫苗 根据澳门卫生局的疫苗预约系统显示 到一月底之前都已经约满无法接受预约 大家还记得去年年初 数千名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 为了抗议总统大选的选举结果 在2021年1月6号当天暴力闯入国会大厦的事件吗 当时国会大厦里的议员和相关工作人员 正在准备认证2020年大选的选举结果 以此正式宣告现任总统拜登胜选 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 但同时间川普的支持者正在附近举行集会 而示威者受到鼓动后便强行冲入并占领国会大厦好几个小时 而暴乱最终除了造成5人死亡 超过140人受伤 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次有总统拒绝和平移交权利 而经历了18个月的证据搜集和调查 美国联邦众议院1月6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 19号释出最终的调查结果 建议司法部以妨碍公务正式程序 图谋欺诈美国政府 图谋作出不实陈述 煽动助长叛乱或提供叛乱者安慰和支持等四项罪名将川普起诉 不过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所做出的这个结论 对川普是否会被起诉有任何的强制性或法律效力吗 先说如果特别委员会控诉川普的这四项罪名成立的话 川普可能面临数十万美金的罚款 最高20年的刑期 以及被禁止竞选未来任何的公职选举 但实际上委员会最终投票表决出来的结果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什么意思呢 国会、立法机构基本上没有权利去起诉任何的人 只有司法部有权利 所以前面我们才会说是委员会建议促请司法部起诉川普 但实际上司法部要怎么做 委员会并没有权利干涉 做出的结论对司法部也没有强制力 但是虽然委员会的建议在法律层面上没有什么效力 但委员会成员近两年来透过访谈、传唤、检阅文件和诉讼 所搜集到的各种佐证 某种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司法部的调查 根据BBC的报导 联邦检察官召集的大陪审团 已经发出传票给数十名川普执政时期的官员和竞选干部 并要求取得许多众院特别委员会审阅过的川普政府文件 对此川普则反驳特别委员会的指控 认为委员会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 而且成员大多是民主党员 所以本质上结论就对他带有偏见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 特别委员会是七名民主党人和两名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人所组成 而长期以来川普都把各种针对他的刑事、民事调查 描述成是民主党对他的政治迫害 目的是要阻止他再选总统 所以这么看来一旦川普真的被起诉了 特别委员会向司法部提出的建议 反而可能被他用来作为是政党迫害的证据 不过根据BBC的分析 随着报章杂志和电视重新唤起1月6号当天发生的事情 对美国民主的伤害 预料川普将面临一连串负面的舆论 也会对他要再选2024年总统形成更大的阻力 不过如果川普真的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被起诉定罪 那会影响他竞选或担任总统的资格吗? 其实不会,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有没有犯罪记录并不会影响竞选或担任总统的资格 因此就算川普在竞选期间被定罪或被判刑 在法律层面上并不会对他造成太多的影响 而一篇Politico的评论则提到一个状况 那就是如果川普是在已经被定罪了 但还没有被判刑的阶段下当选总统 这样他还能就职吗? 前任联邦检察官马里奥地在文章中表示 虽然这也有可能会发生 但对现任总统判处监禁实在是一件很怪的事情 如果情况真的发生,可能会引发宪政问题 经过多年的制作 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哈利王子与公爵夫人梅根的纪录片 15号正式在影音平台Netflix上映 而他们与英国王室多年的意见相左 也因为纪录片的曝光再度浮上台面 只是从预告片释出的时候 就已经引起不少争议 因为预告中 哈利与梅根除了分享两人相识相恋的爱情故事以外 也会透露身为王室成员被公众过度关注的压力 看见梅根嫁入王室后 被体制压迫、种族歧视等等的问题 表示王室内部有许多肮脏的手段 记录片的前三集大底在讲的是哈利和梅根如何相识相恋到决定结婚 吸收走下半辈子的故事 不过到第三集下半 从两人决定结婚的前夕 英国的八卦小豹也开始火力全开的针对梅根 记录片中提到 八卦小豹除了不惜撒钱想要顾枪手 挖梅根的花边新闻或任何丑闻以外 也把脑筋动到梅根的爸爸马克尔身上 狗仔花钱收买梅根的爸爸 让他摆拍一系列策划好的照片之后 再将爸爸收狗仔钱这件事情 转报成梅根的丑闻 而这件事情也让梅根与爸爸的妇女关系因此破裂 而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被摊在阳光底下 也让怀孕期间的梅根饱受压力和沮丧 而在一次出访非洲的过程当中 隋团记者汤姆访问梅根相关问题时 梅根也如实回答 比方是自己过去在王室的一年过得蛮挣扎的 但他没有想过这会被放进非洲出访的纪录片里 因为王室通常只会呈现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而这一个梅根说在王室待得很难受的新闻 很快的就再次被媒体传播到全世界 哈利在片中表示 在王室中除了他的妈妈戴安娜王妃以外 没有人敢真正公开谈论自己真实的感受 王室会认为是个人不服从体制 而不是王室这整个生态系统出了问题 暗指八卦小包对梅根做的事情 在本质上就是重到当年发生在他妈妈身上的状况 这让他觉得很痛心 而在经历一连串的抹黑攻击后 为了保护梅根和孩子 哈利表示他开始萌生离开英国的念头 并向他的爸爸查尔斯提出承担一半 退出一半的想法 意思是他们搬离王室到加拿大生活 荆棘上也独立不再拿王室的钱 但王室需要的时候 他们夫妻仍然可以支援女王履行王室义务 但在一场家庭会议中他才发现 这个损项根本不存在 要么全承担要么全退 哈利在片中表示 家庭会议的现场很吓人 哥哥威廉对他大吼大叫 父亲查尔斯则是在说谎 而祖母就静静坐在那里默默地接受这一切 而会议结束后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这是他决心要离开王室的关键质疑 不过纪录片也招来批评 前BBC王室记者科尔就表示 整部影片只充满了对王室的抱怨 并认为哈利和梅根离开英国后 在美国加州住在一户要价1200万英镑 大约新台币4.5亿的豪宅中生活 有名车代步 无法理解他们对生活的不满是什么 另外英国ITV王室记者西普则提到 纪录片中哈利批评媒体侵犯私生活 抨击英国王室没有善尽保护妻子梅根 他母亲戴安娜的责任 但就在自己车内装镜头 拍自己在美国被狗仔追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 以上就是为大家精选的国际新闻 希望大家要跟上时事 国际直升我们下回见 片尾的部分 回到一键解压缩 大家对于比较常见的健康问题 会不会有一些既定印象 像是一直觉得腰很痛的时候 会联想到会不会是椎间盘突出 第三季的一键解压缩 一样是讨论大家很有感的健康问题 但是这一季会从大家常问的问题下手 除了让大家了解不同的健康问题 还要帮大家解开这些疾病的误会 第一集讨论八成人都有了下背痛 还没有看过的 记得点进右上角的连结 接下来一键解压缩会在每双周五晚上七点播出 记得收看影片看看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然后下周是QA特辑 基本上我把题目分成三大类 一个是土耳其时事议题 一个是土耳其宜居生活相关的 一个则是跟我个人背景直缺相关的 有兴趣的人下周记得收看呀 影片的最后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 特别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如果你还不想加入 但是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响一铛 接受所有的通知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喔